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是简单正确保养即可短期改善浅层黑斑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说正确保养其实要花很多钱 那其实上并不需要,这个case在我们这边做了将近三个月时间 从初期的一些简单保养品大概3500到后期有一些活性成分大概8800左右 就可以改善它困扰已久的黑斑 它是一个49岁的女生,那来的时候肉眼上可以看到它两颊黑斑很明显 然后两颊的地方其实是非常干燥跟暗沉,眼下有很多小细纹 那过去的保养其实都是用一些国际品牌或是同事推荐的一些美白的产品 从来没有在美容院做过,也没有看过任何的医生,不曾做过任何的医学萌疗程 这是它锁骨下比较健康的皮肤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表皮的话可以看到一些皮钩皮纹皮球 可是因为它偶尔会用热水去洗澡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说它的皮钩不是很明显 代表说上面有一些老旧角质的堆积 那你看它真皮层其实是很漂亮的占透明状 看得到一点点维系血管跟毛发 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周围的皮肤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眼周跟两颊的地方 其实老旧角质跟化学物质堆积的很明显 化学物质就是上面这些亮亮的一些荧光反应 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的皮肤纹路可是不漂亮 所以代表说它就是上面堆积了太多东西 纹路不可能不见 那唯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被一些东西给覆盖住了 真皮层的部分的话整个细胞是不活化 那整个白色云雾状的化学物质堆积非常严重 尤其是在它两颊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它眼睛周围看到一点一点 一根一根的黑色的汗毛 可是两颊的地方几乎都没有 那眼睛周围比较严重的地方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白色一点一点 一颗一颗的化学物质阻塞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隐约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白毛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积压了许多无法代谢出来的黑色素 那部分的话是属于血管发炎后造成的色素沉淀 然后它的伍德的全脸是呈现偏白色 尤其是在两颊的地方 只有鼻头有一点点橘色的颗粒 那就是正常能够出油的管子 没有被一些化学成分阻塞的 但它的黑斑处是呈现深紫色 而且形状是不规则的 那那个时候呢 因为它早期用了一些抑制性的美白成分 不但没有办法帮它的色素正常带到表皮带走 而且还刺激它皮肤 这盘皮肤有点点泛红跟紧绷的情况 而且你们看到这边有一条一条小小的小细纹 那这时候我先给它一个比较简单的保养 就是让它先擦一点点平衡霜 然后教它PGA怎么去施服 过了三周之后 大家可以看它表皮跟真皮的变化 它的表皮层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有更多亮亮亮的东西 一些化学物质排除出来 然后真皮层的部分呢 你们可以看到白色的化学物质 跟白色团状物质的颗粒变少了 深层的斑点也变得比较淡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然后那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它表皮改善不是很大 我就有再次重新问过它 它东西PGA是有怎么用的 后来发现它PGA用量不足 而且时间不够 也没有每天浮 所以我有跟它再度强调说 PGA的正确使用量跟方法 以确定它的表皮跟色素代谢能够顺畅 那大家的话可以再看到 就是它的两颊的地方 它两颊的地方 其实那些亮亮的化学物质 就有变得比较少 比较干净一些 然后真皮层的话 白色化学物质也减少 可是你们注意看到 它的斑点就是开始看见了 因为早期就是被这些 白白化学物质遮蔽住 所以它的斑点看起来不明显 那看不见不代表没有 然后这是它一背肉眼上的 我们拍的照片 那事实上你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泛红的情况 其实它的范围有比较缩小 而且干燥的情况 还有一些小细纹 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略略改善了 然后这个是它另外一边的脸颊 那原本沉淀在我们真皮层的黑色素 慢慢的话 它其实是会代谢到我们表面 只是它可能PGA用量不足 时间也不够 所以说整个斑点又卡在上面 所以看起来斑点会变得更明显 然后4月8号这时候 我们就有建议它说 如果它希望表面代谢好一点 我们就请它就是擦高效保湿精华乳 那这是它一个月后的改善情况 大家可以看它表皮的话 亮亮化学物质有减少 那色素跟阻塞颗粒有排出来 这样一颗一颗的阻塞物质 已经排到表面了 然后整个表面是 形成比较干燥的小血纹 不过有纹路总比没纹路好 那真皮层的变化 请你们看看 它其实泛红的情况 有变得比较改善一点 白色云雾状的物质 也变得比较干净 然后深部斑点的话 变得比较清晰可以看见 然后可以看到更多 一颗一颗的阻塞在下面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它两颊的改善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整体来说 它的红都退了很多 然后两颊已经开始出现 一些隔脂状的纹路 但是还是比较干扁 比较偏干的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它的色素变化非常的有趣 你们可以看到这一颗色素的话 它其实事实上变得比较深一些 可是你看这一块 有没有就变得比较淡 所以它的色素 其实会一直不断的代谢上来 直到下面干净为止 那就是这样的变化 其实客人他会 要先跟客人讲 他才会有心理准备 然后真皮层的部分的话 除了红退以外 它白色物质变得更少 而且深部斑点变得更清楚 那这个之后 还是会慢慢慢慢代谢到表面 这边会开始加深 那就是一直不断的深浅深浅 这样子做 然后每次都要跟客人先讲清楚 那客人大部分都是可以接受 然后这是它一倍的改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两颊的地方 有没有发觉它肤色变得比较白一些 而且红整个情况都改善了 而且深部斑点 整个就变得比较干净一些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边 大家有没有发觉 它斑点都变淡了 其实这个大概花一个月的时间 它只是多加了一个高效 然后后来它还是想要速度再快一点 我们就建议它插EGF 就是表皮生长因子 那大家的话可以看到 它就是这个三个月来的表皮跟真皮的改变 表皮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亮亮的东西都渐渐的消失掉了 那可是你们可以看它的色素 还有一些阻塞颗粒已经从上面的真皮层开始排上来了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没有 这边开始出现一条条的纹路了哦 那真皮层的话 它的白色的云雾状的物质都减少了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一些正常的黑色汉毛形成 那之前被那些化学物质遮住的一些白毛 在这边变得比较多了 而且一些深部的色素开始越来越浮现 就代表说真皮层的那些化学物质啊 造成刺激发炎的物质是越来越少 然后这个是两颊的部分 两颊部分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老旧角质堆积的情况 还有化学物质堆积的情况 都渐渐的被清掉了 然后纹路开始变漂亮 然后这个毛孔的阻塞的开口开始慢慢慢慢打开 之后它的线管里面的东西才能清除 之后它才能够自己正常处处出血 那这样的话就能形成正常保护膜 帮助我们的整个皮肤的新陈代谢 那真皮层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整个云雾状的东西就变少了 真皮层越来越清澈 那深层的斑点 它会慢慢一层一层的逐渐代谢上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整个三个月的改善情况 那从原本泛红的皮肤 然后那个黑环色素成绩非常严重的地方 你们可以看到它皮肤变得更白细 而且变得更细致 然后它斑点的情况就改善 还有就是它眼周的小细纹也跟着慢慢慢慢变改善 另外一边脸颊也是一样 它的细纹改善的非常的明显 所以它其实整体来说 就是不会像以前这样很容易干干蹦蹦的啊 不舒服 而且它觉得说它现在可以不用上妆 就可以出门了 那结论就是说 其实我们只要让它的表皮代谢畅通之后 就可以减少它的一些美容问题 像是说角质代谢不良产生的色素斑点啊 也可以减少我们的腺管阻塞的风险 减少腺管阻塞风险就可以正常有出水 然后增进我们的保护膜的完整 那当它现在其实两家斑点都是有持续在变蛋 可是其实它有一些深部的斑点 可能如果说之后没有办法借油酸性保护膜代谢掉 等到它皮肤健康之后 也许我们就会可以考虑用雷射去加强蛋斑 所以说其实在治疗之前啊 我们要先跟客户分析每一种治疗的时间成本 金钱成本跟健康成本 借由他自己去评估说他想要怎么去做治疗 那如果说像一些比较信任度不足 或是有一些预算考量者 那我们可以先暂时用一些简单的居家保护品 像高效啊PGA跟平衡 然后定期的敷脸去治疗我们客人一些表面的一些美容问题 然后我们会定期的拍照 帮客人比对照片 然后给他看完之后 就是增加客人信心 然后我们再跟他讨论说 是不是要调整一些活性成分的东西 是不是要把活性调高 那这样的速度他满不满意 然后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说 能够帮他们皮肤达到真正的健康美丽 改善他们的皮肤问题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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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您的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